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美國司法部長加蘭證實 美國空軍國民警衛隊成員特謝拉 涉嫌與國防部機密文件外洩事件有關 已被聯邦調查局人員拘捕 拘捕行動沒有發生事故 加蘭又說被捕男子將會在聯邦法院接受傳訊 美國傳媒之前報導 特謝拉21歲是槍枝愛好者 她在一個社交平台的群組 發放國防部機密文件 報導引述群組成員指 涉嫌者並非對美國政府抱有敵意 但曾談及美國執法及情報機構謀求壓制公民 向他們隱瞞信息 路透社引述巴西官員透露 向中國最大電動汽車生產商 比亞迪提出可以攻擊 令對方可以在巴伊亞州重新建設生產線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報導 訪華的巴西代表團成員 持續與比亞迪商討各種選項 比亞迪表明會與福特車廠繼續商討 接管福特在2021年 在巴伊亞州關閉的一所車廠 以及延續州政府對此提供的稅務優惠 但巴西代表表明 如果比亞迪與福特的商討沒有結果 巴伊亞州可以提供其他選擇 令比亞迪在當地重新設立生產線 比亞迪去年向巴伊亞州承諾 在當地設立生產線 當地時間13天 五角大樓涉物門疑犯 傑克德謝拉在家中被捕 為何21歲的低階士兵 會獲得五角大樓高層流通的涉物信息呢? 我們一起與巴士的報的評論員Anthony聊聊 Anthony 你好 大家好 根據美國紐約郵報的報道 在當地時間13日 五角大樓涉物門的嫌疑犯 傑克德謝拉在家中被捕 消息曝光後 一個擁有絕密權限的21歲年輕人 很迅速地登上了各大傳媒的頭條 特謝拉在馬薩諸塞州空軍 國民警衛隊 第102情報聯隊服役 在2022年7月 他晉升為一等的飛行員 他擁有空軍授予的最低士官的軍銜 為何? 21歲這麼年輕的而且低階的士兵 能夠獲取五角大樓的涉物信息呢? 傳媒認為有三個主要的原因 第一 就是在美國年輕的士兵 都會獲得安全的許可 五角大樓的發言人 帕特萊德表示 根據職位的安排 一些低階的服役人員 一入午就需要安全的許可 特謝拉的工作內容 可能都需要一個獲取 敏感信息的安全許可 紐約郵報就說 雖然官員沒有說明 特謝拉是否具有安全的許可 但他工作的內容 是涉及網絡傳輸的系統 可能會被要求處理 及維護敏感的信息渠道 第二個原因就是 他所在的單位接觸外國的情報 特謝拉所屬的空軍國民警衛隊 第102情報聯隊 是負責被派遣到美國國內 及國外的飛行員提供情報 第102情報聯隊在官網的介紹 就是這樣說 他的任務是為遠征作戰 及國土安全提供全球精確的情報 並且訓練經驗豐富的飛行員 因此第102情報聯隊 是可能會負責提供 及烏克蘭有關的情報 第三個原因 國民警衛隊是被爆 是會支援烏克蘭 雖然美國的國民警衛隊 通常是負責應對騷亂和自然的災害 但是五國大樓 此前已經啟動國民警衛隊 去歐洲支援烏克蘭 根據華盛頓郵報日前的報道 他說到一份洩露的文件披露 達科他州空軍國民警衛隊偵察中隊 曾經參與了分析烏克蘭無人機的作戰過程 不過五國大樓至到現在 還未公開宣佈 曾經啟動國民警衛隊去支持烏克蘭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13號的報道說到 美國國防部的官員對涉案人員 是21歲的年輕士兵 一點都不感到驚訝 美國國防部官員透露說 在美國相對低階的士兵獲取絕密信息的情況 原來並不罕見 根據美國國家反情報和安全中心的數據表示 有超過100萬美國政府的僱員和承包商 是享有這種特權的 例如在五國大樓初級的軍官 經常負責與高層整理簡報 接觸到絕密的情報 報道說自從涉密門事件發生以來 五國大樓高層一直在收緊機密信息的分法 那麼涉密事件引發了在美國關於 是否有太多人接觸到軍方的敏感機密資料的討論和研究 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 美國軍方似乎處理這些機密資料的手法 的確是十分不專業的 手法也是一般的 謝謝Anthony 九龍社團聯會觀塘地區委員會主任王春平表示 向夏寶龍匯報現階段觀塘區關外隊成立的情況 夏寶龍首先肯定大家為民服務的工作 希望大家支持政府依法施政 更好反映民意和服務市民 其次就搞好地區治理 服務基層市民進行深入交流 他表示夏寶龍港區議會改革要落實愛國者治港 並且不忘修例風波的慘狀 警惕反中亂港分子破壞 以抵達比利時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許正宇展開訪問行程 和金融界的領袖會面 並在一個高端對話場合上 推廣香港在金融科技和綠色金融領域的優勢 許正宇向金融界的代表說 減少碳排放和實現可持續發展 是世界各地政府和機構最優先關注的事項 其中香港的目標是在2035年前 減少50%的碳排放 並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 他提到香港的綠色金融有長遠的發展 去年在香港安排或發行的綠色和可持續債務 超過805億美元 特區政府今年2月發行1.01億美元的代幣化綠色債券 是全球首批由政府發行的同類債券 結合科技以進一步強化對可持續議題的意識 金融科技方面 香港去年發佈有關虛擬資產在香港發展的政策宣言 為虛擬資產創新能可持續蓬勃發展 確定了政策的立場和方針 許靖宇早前又和比利時國家銀行高層交流 兩地最新的金融發展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表示 香港在內地金融市場相向開放中 扮演日趨重要的角色 擴大互心港通、南向範圍 而包括在香港主要上市的外國公司 以及將更多的內地公司納入不向交易 是其中兩個例子 余偉文本月的12日 在紐約會見、銀行和金融界曉錯 他在香港駐紐約經濟貿易辦事處 和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合辦的午餐會上表示 香港的銀行和金融體系穩健強硬 為迎接各種挑戰做好準備 香港和美元掛鉤的貨幣政策 為香港開放和外向營經濟 提供自關為重要的穩定性 政府也推出不同的措施 通過消費券和向中小企提供資助來帶動內需 香港經濟正步入復甦的軌道 《每日焦點新聞》講到此 血水中放在港 我們有意義的訊式 為香港地外圈 在港南南北小企提供